而今年花莲瑞瑟富新春与台东路野的凤梨农产 除了是因为天后关系产季壮奇 现在受到了疫情的冲击 果饭寒口以及蔬果市场也都不太感受市场交易冷清 而沿见凤梨一天一天的红熟 农民是焦急的如热锅上的蚂蚁 却也束手无策 这种管理将近一年八个多月 瑞瑟相逢新春香甜风味绝佳的凤梨 原本就要准备采收上市 不过现在国内疫情烧的阵旺 也烧到了凤梨的产销 市场真的也不好 那个行口或者市场给你动回 叫你不要踩不要上市场去 你不踩真的不行 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猛踢啊 这种疫情不赶快过真的很惨 瑞瑟相复兴春为华联主要的凤梨产区 今年受到了台东凤梨产季顺延而壮旗 现在全国防疫三级警戒拉长 市场交易冷清 果伴行口不敢收 甚至果菜运销中心也变得保守 眼看凤梨一天一天红熟 农民内心焦虑却也束手无策 中判商他不愿意来承包 那我们批到航口去可能价格也不是很好 尤其我在今天已经收到信息 台东那边的价格已经好像崩下来了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我们农民来讲真的是很大的一个伤害 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 改变大众原油的生活模式 连带影响各项农产作物的产销 凤梨农也大生几乎花莲的凤梨 和屏东方山的芒果一样 不但没有毒 多吃凤梨好处更多 疫情期间 我真的蛮期待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能够帮我们的农民 一方面 把我们的产 这个产业能够协助他们度过难关 第二个 吃的凤梨真的对身体是有帮 因为它富含凤梨酵素 这点倒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瑞穗复兴春凤梨产业度运化发展 从生产鲜时 加工内线到观赏用的凤梨花都有 现在看不到疫情的尽头 凤梨农也一筹莫展 无语问长天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道